大马史上首次有大量鲜石全果榴莲进入中国大陆市场 满足海外老涛需求 加龙部长陆兆福和农粮部副部长亚瑟古律 今早10点36分为鲜石榴莲书华主持首发航班挥起起飞仪式 出席者包括了原产业副部长陈鸿坚 以及中国驻马大使欧阳玉姓等人 在众人见证下第一批净重15吨的鲜石猫山王 K4D24以及IOI榴莲 透过中原龙号航空 以包机的方式直飞中国郑州新郑国际机场 这些榴莲分别产自柔佛和彭亨老物的榴莲园 因为这两大原地已经获得中国海关总署机场合同过 除了今天的15吨 接下来在8月25号和26号 将有第二批10吨和第三批15吨 一共40吨的鲜石榴莲书华 涵盖深圳、北京、上海、广州以及南宁